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朝末年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政治形势 波轨云绝 一个出身贫困的陕北农民率众揭竿而起 在十余年的时间中转战于陕西 山西 湖广等地 于公元1644年建立大顺政权 不久便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 做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妹 她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威名赫赫的李自成 然而 就在李自成北京登基后不久 她的命运骤然逆转 屡战屡败 最终在清军铁骑的围追堵截之下 溃步成军 退至湖北九宫山之后便下落不明 面对这个问题 多少年来 人们议论纷纷 莫中一世 成了一个千古难解之谜 那么李自成的下落到底是怎样的 她是身亡了 还是失踪了 她又是如何一步步退至九宫山的 她所建立的大顺政权 为什么会迅速崛起 又迅速瓦解呢 中国人民大学宋童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青出往事》第四集 兵败九宫山 上次我们说到顺治元年的十二月 整个清朝的两路兵马 其中多多这一路 那么已经开进到了河南的善州 以及领宝一带 在这一带里面我们说 李自成实际上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就是李自成虽然知道要在这一带驻兵 但是他的兵马太少 他宁可把大量的兵马驻扎在陕北的延安和榆林一带 但是也没有把兵马放在河南的善州道 领宝这一线 但反而是这一线会成为整个战争的胜负手 我相信如果说大家在这个中学的课本当中 学杜甫诗的时候都知道 这个杜甫有一首著名的祖诗叫做三历 这个三历当中其中有一首就叫做同观历 当然我们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十豪历 那么另外一首叫做新安历 十豪历和新安历实际都是反映了 这个战争时期 普通老百姓这个疾苦 那么以及为国家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 而唯独同观历 他是在这个鼓励边关的将士 我们说杜甫这一生啊 赤心为国 他也希望这个王廷能够平定安始之乱 所以他对于很多的历史事件 有自己独到的理解 他曾经在同观历里面写到过这样的几句 挨栽桃林战 百万化为鱼 情主防观将 慎悟学歌书 那么这四句诗说的是什么 实际上就是在这一代里面所发生过的 这个军事战略 地理战略里面一件非常著名的事情 歌书汉初通关 歌书汉是当时大唐的名将 而这样的一个名将 他的战斗实力 毋庸置疑 北斗七星高 歌书夜代刀 至今摧目马不敢过临桃 他当时被唐宣宗派来 这个去守通关 但是当时就在同关要怎么守的问题之上 这个唐廷当中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争论 那么有些人认为应该去开关严敌 开关严敌的话 那么在城外驻守军队是使得城可以不被围 但我们说同关不属于其列 如果大家打开地图册就会发现 从同关县 那么一直到这个陕州 有一条狭长的山脉 而南边的话就是黄河 这一块的话是黄河里面最汹涌 落差最大的一段 所以黄河最为澎湃的地方在这里 那根本不可能是人力 这个可以逆流而上的地方 所以啊 这个所谓李渔月龙门 也都属在这样的一个地区 所以杜甫用了这样的一句诗 叫做挨栽桃林战 百万化为余 就是这一带的险要地区 那么在唐朝的时候就被称之为桃林塞 这一个地方 其实如果从战争的经验来看 你要不然就放重名 要不然干脆不放名 那么戈书汉当时就是吃了 这个不放重名的亏 戈书汉其实以他自己的经验和实力来讲的话 他是想拒守同关 安氏叛军如果说再有多的 这个兵马来势汹汹到这个里面 同关这样的一道狭长地方 你施展不开 所以同关的这个防御 这个历来都是一个重中之重 那么戈书汉当时实际上是被 远在唐廷的唐玄宗所命令 要求他必须出关营地 当然有人说这是阳国中 这里面我们不说这么多 就说出关之后最后变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就是你唐军本身 那么所准备的这样的一些兵马 也进入到了桃林塞这样的一个狭长地域 而之后叛军的这个崔前右部 那么利用自己事先设置好的这个壕沟 那么开始诱敌深入 那么当唐军的骑兵进入之后 再用后面的末刀阵将整个戈书汉的大军打乱 这一仗使得戈书汉被升服 而同关陷落 那么所以才造成了后来这个唐明皇吸收 所以同关这个地方 后来我们说在有这个建设的军事家眼里面 这个地方不能出 尤其是在你面对强大的优势兵力 来势凶猛的敌人的时候 应该固守同关以代言 那么错其锐气 那么李子诚在同关的首将是谁 叫做马仕耀 他的封号是乌山伯 这个伯的话实际上就是伺侯一等 在大顺政权里面就是属于 这个军事上面的二等人物 那么不管从军事战略经验能力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次于向刘芳亮 袁宗帝 白旺 李过 高一公 绝对是次于这些人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很难想象 为什么李子诚不把一流的将领放到这里 那么最后的这样的一种结局是什么 就是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 同关的外围已经全被这个清朝占据 那如果从地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领宝到同关这一线的话 这个士官补给线 这一条已经被清军断绝了 但是在十二月份的时候 连清军都知道同关这个地方极其难攻 虽然我是尽锐而来 但是我绝对不能久住于奸称之下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对我的良想 对我的士气都是一种打击 那么所以再次加兵 而这个加兵是从哪加的 我们说清朝没兵啊 前面我们多次说过 清朝其实可用的兵力有限 他一方面来讲已经把当时大顺或者明朝 这个所投降的军队成建制的 直接改换旗号 让你投入到战场 按说这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把它打乱 编入到你自己的建制当中 否则的话 你跟我这个一方面来说是你离心离德 另外一方面是指挥号令统一怎么协调啊 你是按照你原来明朝的那一方面的统一 这个指挥去做 但是清朝已经顾不上了 就说明他缺兵缺到一个什么程度 而另外就是把当时住在蒲州的 这个顾山俄真阿山部 也派剪下来 这个倾国之力向这个同关进发 上次我就说过 你既然在陕州驻兵 在领保驻兵 永济离你才多远 你居然就容忍这样的一支驻兵 在你眼皮子底下待了这么长的时间 而如果说你不想打也就算了 那在之前我们说十月初的时候 你为什么又向魏惠府发动进攻 为什么向沁阳发动进攻 就说明啊 李自成这里面的主战方向 跟前面多尔滚的清晰比起来 它是混乱的 他完全是不知道该向哪进攻 先向哪进攻 后向哪进攻 他纯粹的看到 哪好像有了薄弱点就向哪进攻 把清军两路 这个以前行攻式的包围态势 吸引到了你这边 最一开始的时候 他得报 实际上消息很准确 就是陕北这一线是主攻 所以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初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带兵北上 准备到陕北去迎敌了 他认为这样一来的话 可以利用自己家乡对于地理的优势 那么与清朝进行这样的一种运动战 他很高兴 但是走到了这个陕西的大立县 白水县 洛川县这样的一个地区的时候 得到了消息 说清军多夺这一面突然转向西 这个来攻 那么李自成采取的办法是什么 陕北这边放了七万雄兵不动 自己再次带兵原路撤回 然后带着自己的这支兵兜了一圈 那么再把这一支兵往铜关去进发 看哪有这个空 化整为零出去 然后这边不行 就向这边来救 但是现在你已经见证了 你有政权 你设置了节度史 你有所谓的这个宁夏节度史 山西节度史 河南节度史 结果这些所设置的节度史之间 互相之间互不配合 他们不配合也就算了 居然你自己也不配合 这个你自己也把你的这个主攻部队 到处乱带 而且这边铜关只有七千兵马 你但凡要掉一些过去 可能铜关也不至于打的 这个如此差 所以铜上的东西里面 无一不显示出来 李自成自己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完全不知道 这个政权跟流寇之间 或者说政权跟流民之间 有什么区别 他没有完成好这个转化 以至于他从建政 到从军事上来看的话 仍像是原来那个纵横明末的 这个流贼 这个你原来以机动性见长 但是你这一次见到的是 这个机动性更强 那么士气更盛 而且同时在天时来说 摆脱了这种疲惫的机民困扰 这个一心一意就要跟你干的清军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 这个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而李自成当时从12月下旬 到达通关之后 他仍然没有这个固守通关 前面我们说 如果他要固守通关的话 他手里带的军队也有将近十万 通关不至于守不住 但李自成采用的是什么办法 当时多夺兵禁的时候 连红衣大炮都没带 我们说他原来本身不是想到这来的 这就充分证明 多夺这一路不是主力 这个当时从清初的战争来看 攻城不带大炮 这是很难想象 所以没办法之下的话 他只能在这个通关城外下营 那么从他下营到通关城破的时间 大概过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而这半个多月时间 李自成在干什么 他跟这个清军在城外接战了五次 我们大家要注意啊 他守着通关 结果他在城外接战了五次 他的目的是要 把这个清军的军队从通关城外逼退 那么这一点上 本质上跟戈书汉当时出通关 没有什么差别 而只是说他没有众人家的计 这个而已 但是这个结果是什么 刘刚亮先出阵 这个是第一阵 没有打败 过两天刘宗敏把自己的主力吸附掉上 那么自己精锐的步兵没有击败 李自成亲自出去第三阵也败 那么怎么办 夜袭 结果夜袭两次 那么清军都是 这个有非常好的准备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攻守有点倒置 清军反而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他在等什么 一方面在等援军 另外一方面多多在不断地呼吁 赶紧要把红衣大炮运到 否则的话 我没法去攻击官城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 李自成其实啊 你要不然就利用这样的一段时间差 你调襄阳的部队也行 你调陕北的部队也行 你再加兵 要不然的话就是 你赶紧 这个做好你的转移准备 这个实际上来讲 在这个时候固守通关 局势并没有那么坏 清朝当时能出动的人马 四五万到头了 多多这一路原本是阳攻的部队 其实也就一两万 那么所以来讲 如果说他没有红衣大炮的配合 多多自己都不敢轻易攻关城 按说这种态势就告诉你了 你其实固守完全没有问题 既然你攻不动的话 但时间是会给你惩罚的 你五次攻击的话 没有攻击下来 你自己的士气出现了大的问题 让清军摸清了你的战斗力 那么之后 红衣大炮运到之后 那么多多就开始对于关城 这个发动攻击 而这个时候已经是顺治二年的 这个正月十日以后了 我们说在这三天之内 其实事件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正月十一日 当时多多开始进底关城 那么对于同关的本关 那么发动了 这个猛烈攻击 这是他下营将近半个月以来 那么第一次对于同关 主动发起攻击 那么李自成就已经决定 这个弃守同关 其实我们说这一点上啊 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 我前面说过 这里面没有任何文献记载 这个李自成方面到底怎么讨论 就是他跟自己的将领 到底怎么讨论 按说红衣大炮到了的话 你也不至于不能守 这是绝对的 这个你该守不也是守住了吗 而且你这有十几万大军 你为什么不守呢 而撤守这个位置往哪走 不是往陕北走 那么不是去找这个李伯和高一公 那么再次 这个出蓝天五关 那么准备向襄阳进发 同关不仅是李自成起家的根据地 他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的地理位置 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大清眼中 要想攻破大顺政权夺取同关 至关重要 同样对于大顺而言 守住同关就是守住了他们防御的最后一道防线 关乎生死存亡 此时的大顺军虽遭重创 但兵力依然远胜过对手 加之同关地势险要 本就一守难攻 只要坚守栗战就有可能退敌 然而李自成却最终选择放弃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 进入有着四战之地之称的襄阳 究竟是何原因呢 接下来多尔滚又会如何调整自己的军事战略呢 我们说陕西分成了这个陕南 也就是汉中这一带 陕北 关中 这是最大的三块 那么关中当时只要一丢你这块一撤手之后 整个的陕北 你让给谁了 这个所以来讲我们可以看到 李自成这个做事 他每一步来讲 都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因为没有文献 我没法在这里面很明确地告诉大家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我站在他的角度 我就觉得他完全是出于随性所知的角度考虑 我就觉得襄阳那边有我七万兵马 那边好走 我就到襄阳 我先到了那再说 这个决定做得非常仓促 那么同时你既然要走的话 你有组织的撤手也行 但是这一次 这个同关这一边根本就没有得到 这个撤手的通知 所以等于说 同关首将乌山博马什耀率领七千人马 放在那块替你顶着的 而马什耀这边听到这个消息 这个无可奈何 他也知道 你前面十几万人都没法打过 七千人怎么守 我这边里无良台 外无救兵 陕北那边的人再一过的话 我这边完全就被人包了饺子了 用俗话说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马什耀当时决定 采取一种骑兵制胜 显中得活的态度是什么 他跟这边多多接洽 说我们这边的人已经准备跑了 我准备跟你投降 这个但是呢 咱们要谈一谈条件 我不能就这么投降 咱们要接洽一下 其实在他的这个盘算当中 这是一个诈乡 他当时已经在同关外的 这个山口当中 这个设好了埋伏 说如果多多当时带领着人马 来跟他谈和的话 他马上这个就把扶命派出 那么杀了对方主将之后 对方不战自乱 这样一来的话 自己还可能有一个这个情况 这个可以逃走 但是呢我们说 所谓的和谈和谈判 是处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才能谈成 那你用十万兵马 打了我那么多天 打了五次 你没打掉我 我没有主动攻 现在我拿着拉着红衣大炮 这个来攻你了 你剩下七千人要跟我谈和 有这么便宜的事吗 所以多多想都不用想 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诈 你要投降这里面 你没有条件可谈 你要搬开关投降 你自己过来 这个是真想 否则的话就是讲 所以当时第二天的时候 多多重兵将周围的山谷一扫 直接派遣兵马一出 那么杀死马上要之后 夺取同关 就在同关陷落的当日 我们说 李自成当时率领着13万人马 浩浩荡荡的 那么出五关 那么五关实际上就是被处 那么四关之内称之为关中 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关中这一个地方 他的防守是很稳固的 但是李自成就在这样的一个决策里面 他放弃了这个防守很稳固的地方 而到达了什么样的地方呢 襄阳 襄阳这个地方叫做四战之地 那么为什么叫做四战之地 这个地方四通八达 他哪一块都可以到 哪一块都可以打 但是他不适合防 因为四战之地反过来就是 四面也都可以打你 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如果待着的话 五关蓝田商落这边 你是完全放弃了 当时他走的线 是先进入到河南的内乡 那么又走到了一个 他和多尔国都很熟悉的地方 新野 之后进入到湖北今天的中乡 元宗帝和白旺会合 那么实际上我们说 这十三万人里面 他带走了自己的皇后高氏 带走了大量的家眷 那么还有包括大概有六七万人左右的 这个战斗部队 结果居然就这么轻易的让同关失守 那么你自己逃到了襄阳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四战之地啊 这个没法守 那么所以大家说 这是不是他的战略失误 那么多多当时都不敢相信 自己有这样好的运气 所以他在同关住了几天之后 才发现西安一片空城 军事已经不设防了 而这个时候 北线的阿基格匆匆赶来 阿基格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基格当时在鄂尔多斯 跟这个蒙古王公逗留 结果逗留到一半的时候 蒙古王公开始跟北京告状 说这个阿基格这个军队去捕获畜产 其实我估计啊 沙羊这个宰牛是因为军队缺吃的 那么也有人说是他要纳会 但是我觉得以他的性格来讲 阿基格是莽夫一个 恐怕是更多的是 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 那么得罪了这个蒙古王公 那么所以多尔滚当时觉得 你得罪蒙古王公这个事儿是小 我安抚几句就得了 我本来是让你打仗的 你干什么呢 这个军队的战机全都被你给遗物了 那么所以严令阿基格必须赶紧 这个向西安跟多多会合 因为他生怕这个多多在同关这边出事 为了不得罪多尔滚 那么为了不被军阀从事的话 他甚至在榆林没有攻下的情况之下 直接南下和多多会合 所以也就是说在西安丢失的时候 陕北这一边 这个还在大顺军手里空着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李自成自己的这个流寇主义 到底严重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那么后来高一公和李过发现 西安整个已经被截断 那么自己这边再打也没意义了 所以才进行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向西 那么再向南再向东 这样的一个大范围的战略转移 那么其实李自成这样的一个战略动作 这个坑了别人 那么后面说也坑了自己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 西安当时已经被攻下之后 实际上来讲 整个黄河以北的局面 突然在半年之间改观 那么说从顺治元年的五月 本身前面我们一讲讲到过 多尔滚所面临的威胁是 他自己仅以一省之地 十万之兵 要面对两边的虎狼之师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他已经用了半年的时间 拿到了山陕地区 整个黄河以北的地方 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在清朝的控制之下 我相信多尔滚自己是没有幻想过 自己能在半年之内 这个就去灭掉大顺 或者说攻进了这个大顺朝的第一个首都 那么所以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调整 自己的军事战略态势 而这一刻事件就表现在 在这一个月之内 阿基格和多多这两个人在西安 可以说除了整军以外 没有再进行过任何相关的情况 一方面当然是这两个人 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敢擅自行动 更重要的就是 多尔滚没有给他们指令 那为什么如此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 多尔滚实际上也在重新评估 自己所面临的战略形势到底是什么 修整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 那么多尔滚终于给这两个人发出了 这个下面所应该做的 这个行动战略指令 对于阿基格来讲 因为你前一次在俄尔多斯 犯了如此大的错误 所以等于说 你把我原来的战机给耽误了 好在多多这边争气 这个没有够事情 所以现在你需要戴罪立功 那么你要干的事情是什么 紧紧尾随李自成 李自成走哪儿你走哪儿 那么你要追击 那么不给李自成留余地 要把李自成灭掉在 这个你的掌控范围之中 这一次阿基格是完全不敢逗留 那么沿着这个李自成的路线 就开始追击 而另外一道命令是给多多的 给多多的这一道命令 更显得玩味是什么 命令他在2月14日左右 这个迅速出兵 那么干什么 不是要回北京 而是这个沿着黄河一线出兵之后 兵封直指南兵 那么开始对于南兵拥兵 一方面 多尔滚利用自己出色的战略战术 不仅稳住了山西一带 还同时将陕西全境 基本上纳入到了自己的掌控之中 而这一点 也为清军下一步去攻略南明 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而另一方面 李自成在与清军的战斗中遭遇挫折 撤退至湖北襄阳后 尽管他仍有数十万大军 然而他的战略决策却令人费解 他在放弃同关后 又决意放弃襄阳向武昌进攻 想最终夺取东南作为抗清基地 而他的这一举动无异于孤注一掷 进一步加快了大顺朝的灭亡 请继续收看 中国人民大学宋童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清初往事第四集 兵败九宫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灭掉这个大顺 或者说在解除了大顺的威胁之后 多尔滚并没有采取 惯常的战略措施 就是我拿到这些地方 我是不是要先巩固一下 我要在这里面进行一些财税的蒸发 或者说我要调整一下军队 而不是 我现在有多少兵马 我就是多少兵马 那么同时 他又派遣在山东的天师和援军 去辅助作战 但是这一支的 这个目的地不是南京 而是江苏的其他地区 所以在这点我们可以看出 多尔滚在这个时候 已经对南明的军事力量 做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评估 我用多多这一支军队 我基本上可以灭掉你 或者说我可以跟你去作战 今天我们是站在后世人的角度 我们知道了结果 我们知道了双方面打打的过程 我们知道所有人的底牌 我们不觉得这个事有什么 对吧 我看到过很多文章都会跟你说 南明腐朽 南明怎么样 南明这个南明那个 南明不团结 但是当时你谁知道 没打之前你怎么知道 南明所看到的是五阵雄鸣 这个兵力加起来超过三十万 那么一阵岁响六十万 这个每年的岁数达到六百万左右 那实际上这就是半壁江山 也远远比你清朝高得多 你多尔滚居然敢在转瞬之内 就对南明这个出手 实际上这是得益于 他在不断地对南明收集情报 以及军事动向 政略动向的判断当中 所得出的准确结论 而另外一点就是 在李自成向东移动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在襄阳丽京城 前面我们说过 这个地方四战之地 很不适合丽京 而就是因为 那么隔着襄阳不远处 今天的武汉三镇 当时的武昌府 那么就是南明的第一雄镇 左梁玉布 那么关于左梁玉其人 我们说他在整个 崇祯年间的时候 广泛而积极地参与到 平定流民之乱的战役当中去 他跟李自成 他跟张献忠 算是什么呢 老对手 两方面接战过多次 那么也算是当时 官军里面战斗力最强的一部 在崇祯十二年的时候 他甚至在四川马岛山 这个几乎将张献忠逼入绝境 而也是因为这一战 那么使得当时崇祯皇帝 对他的信任度爆棚 那么所以后来在整个 这个湖广地区的时候 那么他都成为了 这个明军非常重要的 一支战斗力量 那么来跟这个李自成 和张献忠的这个军队周选 所以李自成当时对他 也是有所忌惮的 但是他的问题在于 他是什么呢 这个大明王朝 从崇祯十五年以后 慢慢的已经显现出了 有点崩溃的迹象 这点也被他看在眼里 所以之后他开始 为自己预作打算 当时就有这个必战 或者说不战的情况 就比如说你李自成来了 我就跑 张献忠来了 我就跑 能不打我就不打 我们说崇祯十七年 三月十九日 崇祯皇帝掉死眉山 那么但是就在这年的三月初 崇祯皇帝给左良玉 下达了这样的一个命令 就是如果你能把 这两个人驱逐之后 那么适成之后 许你事振武称 所以我经常说 这个左良玉是当时 晚明或者说明末里面 唯一的这个合法藩阵 原因就在于 这是崇祯皇帝 许给你了 当时封其为宁南部 而后来南明政权 更是加息为宁南侯 而同时将其儿子左梦庚 也给了这个封赏 这个就是告诉你可以世袭 你说这在明朝的历史当中 尤其是从宁王朱成豪叛乱之后 连亲王都不可能享受的待遇 但是说给了左良玉 原因就是为了让他 这个跟李子诚 跟张献忠去打 那么后来我们说 张献忠当时为了避李子诚 自己主动的 在这个崇祯十七年的年末 那么进入到了四川 让出这一地之后 那么左良玉当时 就驻扎在了这个武昌 那么所以李子诚 在这里面放有重兵的话 实际上就是防备着左良玉 往下三天五官一带进发 但是其实啊 我们说左良玉的翻阵化 倾向之农使得 他自己是 如果没事干 我绝对不找事 这个你只要不来打我 我就谢天谢地了 更别说我还去打你 所以其实来讲 这七万人马放在湘京的话 副手副脚 也造成了李子诚 这个兵力调动不变 但现在的问题是 李子诚到达襄阳之后 跟这七万人马会合 那么连同之前 我们所说的资重 有将近二十万之多 这些人显然荆州是无法负担 那么李子诚就面临着两个选择 第一个是以襄阳为大美营 那么将整个京乡一带 作为自己的这个军事基地而存在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 就是这个接着跑 其实我们说 连当时的大将原宗帝和白旺等人都认为 襄阳和荆州这一块已经经营多年 有一定的基础 虽然它是自占之地 但是左良玉那边 白旺也看明白了 他不敢动 而现在清朝的追兵 这个已经出来了 所以倒不如在襄阳 那么以这个水战 对付这个清朝的追兵 白旺和原宗帝认为 我们自己经营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有这方面的这个把握 所以要不然皇帝陛下 您就在这块待着吧 但李子诚认为 这个地方不能守 你们带上所有的队伍跟我走 这个下一步 向武昌进发 作为君臣之间 不管怎么说 原来的流寇是哥们 那么现在的大顺王朝是君臣 白旺和原宗帝都不能去违逆 这个李子诚的意思 所以只能带着自己的骑兵 那么开始东下 而这样的一个东下 我们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局面 大家可以想象为什么呢 一个连续的这个追击问题 前面左良玉在武昌 中间李子诚在襄阳 开始向武昌进发 后面从这个蓝天五官一带 这个阿基格紧紧的追赶 就变成了清顺明 这三方的一个摇尾 这个作战 那么武昌这边的左良玉 实际上跟李子诚 基本上是一个想法 原来我既然都不想跟你打 现在左良玉手里到底有多少兵马 就是俄兵大概在七万左右 非常强的一支兵力 这个所谓的俄兵 就是国家给你波浮想 但是实际上左良玉招兵买马 恐怕在武昌这一带 积聚了有这个十二万以上的兵力 但是我们说面临着李子诚 当时兵风汹汹而来 左良玉根本是不行守处之责 而他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一把火焚毁武昌城 左良玉在当时这个跑的时候 由于我们说明朝丧尸失地率是死罪 那么所以他不想跟这个李子诚交战 他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借口 他说啊 就我并不是为了夺李子诚 而是我为了要去南京清军策 那么说当时的南京出现了什么事 在之前洪光皇帝继位的时候 南明的皇帝继位的时候 来了一个假太子 伪太子 我们就称其为伪太子案 那么这个伪太子 在当时大家都觉得是假的 但是左良玉说我认为是真的 所以这个崇祯皇帝的太子 现在蒙臣被奸人所蒙蔽 那么我准备去东夏 到南京去清军策 那么帮着真太子登基 所以他一把火焚毁了武昌城之后 干脆带着自己的十二万兵马 一口气南下跑了 那么李自成到了这个武昌之后 李自成发现没人啊 那就进站吧 但是进去之后 本来想象的武汉三镇繁华之地啊 那么武昌是整个湖广 九省通群最重要的地方 结果现在变成了一片焦土 也没法防了 那么所以清军当时 这个继续追进 那么怎么办 接着这个沿江东下 李自成当时的这个轨迹是 从缅阳沙湖一带渡江之后 到达武昌 再从武昌前往江西的九江口 九江口这个地方 我们说啊 这个唐代大师人白居一写 琵琶行的时候 巡洋江头夜送客 枫叶地花秋色色 巡洋就是九江 那么九江的古称就叫做巡 李自成到这的时候 他也受到了佐良玉的启发 所以在九江一带 他开始大肆拆毁这个民屋 那么征收这个民船 实际上就是准备 这个利用船只沿着 这个长江顺流东下 那么我觉得他的战略态势是这样 既然佐良玉能去 那么我现在干脆也去吧 现在看来也就是南京 江南这一带的话 那么可以供我来进行 这样的一个作战 那么所以实际上 他准备的 他的路径是先从湖北到了江西 准备从江西往东下 但是没想到 在九江以西四十里的地方 那么阿几格快把如风 自己整个的军队终于追到了 这个捕捉到了李自成 其实李自成当时 没想到清军来的这么快 阿几格一口气攻入到了李自成的老营当中 一般老营被攻破 就意味着整个部队大乱 那么李自成的大顺军 本身就急急忙忙的 这个到死 那么我们说一路逃算啊 士气全无 那么而且带着的人里面 家眷也有 这个公俄财女什么这些都有 包括还有一些平民百姓民夫 还有战斗部队 本身士气就不差 到这里被追上之后 瞬间大乱 头号大将刘宗敏 在这个掩护李自成的过程当中 身负重伤 那么随后这个被抓捕 李自成的首席丞相 牛金星 这个军师宋献策 那么全部被抓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纵横天下的李自成 就在九江这一战里面 可以说失去了自己全部的家底 现在的话 大顺军变成了一个非常散乱的态势 叫做所谓的上走京越 下窜齐皇 也就是在湖北的齐春 然后这个黄港 那么上面到了荆州和湖南的岳阳之间 整个二十万人横按在这里 那么我们说被击破的人员只是少数 那么还有大量的家眷 那么以及逃亡的散兵 这个游泳 李自成当时的这个军事战略动向是 所有的船只已经被焚毁 那么已经被缴获 可能不能再完成像这个南京禁军的这个情况 所以才会进入到了铜山县的九宫山 那么在九宫山里面 他其实没有打任何的旗号 这个帕清军当时搜捕啊 所以把自己的旗号全部撤去 青庄简从带了十几个随从 那么开始来探寻 误入到了当地这个铜山县的九宫山团练 那么说湖北齐皇这一带 从这个崇祯开始 实际上就是齐春和黄坎这一带 很多的居民平地不赶住了 湖广这一带原来是冰封满天 那么只能退到这个山里面 结寨固守 当时号称叫齐皇四十八带 那么结有自己的团链 当时这一支的团链叫做成九伯步 完全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李子诚 其实如果知道他不敢动 因为他知道 如果说惹了这样的人之后 那后面的报复太严重了 他原来只是觉得 这是一支溃军 那么这里面打仗嘛 这是你们溃军残匪 那么如果不把他们消灭 会对我们的这个寨子 会对我们山区造成一个极大的影响 那么所以当时发现了之后 命令自己的团链出击 那么将这十几个人 包括李子诚 那么杀死在了 这个九伯山之列 后面大顺军的主力 苦等这个自己的主军不回之后 那么派出了自己的主力部队 向前搜索 发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瞬间平灭了 这支团链 以及所在的这个债 其实这就是我前面说 如果他知道他不敢动 但是后面就产生了一个 这个非常神秘的事情 李子诚的去向就开始变成了 很多民间传说里面演绎的焦点 西庸先生用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李子诚当时借着 在九公山遇袭的情况 那么出家为僧 后来又演绎出了很多的故事 但其实如果从史料上来看 当时我们说得到这一个消息的 南明军队 驻守在旁边的军队 以及这个清朝的追兵 都确认了李子诚死亡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就是两边的军队 都开始不断地搜索李子诚的尸体 但是两边最后都无功而返 没有找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 这个顾诚先生的判断 我觉得是对的 他认为当时因为天气太热 石身无法酒放 而且大顺军要逃命 带着也不便 那么所以只能采用一种 战时的特别办法 就是把手机砍下 遗体秘密埋葬 那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那么再把手机和这个遗体 找回来合上 采用了这么一种办法 那么但是没想到之后呢 我们说大顺军后来跟南明河流 再加上整个兵框马乱 所以到今天为止 李子诚这个死因 这个沉迷 那么此时的时间是顺之二年 一代萧雄李子诚就此死亡 那么明朝十年不解之局 被清朝在一年之内给平灭了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从前面我们讲述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能也已经发现了 这个很多的蛛丝马迹 尤其从人和这一方面来讲 李子诚不善于用人 那么不善于 这个所谓的非为天使意义人谋 但是李子诚没有这个人谋 他不善于用人 不善于用文官 没有建成一个合理的政权 那么而且坚持这样的一个流扣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血 这种流动作战是无根之战 那么最后大家打烦了 打累了 那么实际上就没法打了 但其实还有几个因素 我们要考虑到 从天使方向来讲的话 顺治朝当时在这个初年的时候 正好是赶上崇祯大汉结束的时期 大汉之后必有大闹 而且又赶上蝗灾鼠疫 这个是天使 而当时这个清朝进来之后 这些东西都已经告一定的完结 那么为什么完结 一方面是天后 另一方面是整个这个人在战乱当中 死得太差不多了 这个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那么所以清军当时可以放手一战 那么不必再受到这样的一些困扰 而另外从第一例来说 本身李自成当时坚持的流动作战 是以他的陕北为中心 那么也是借助了当时 整个明朝时期的乱局 各处都有乱 但是现在我们说 反而你别看是一种分裂 是一种三足鼎立 是一种化僵而至 但是他不乱了 流寇都被消灭了 合成了大谷 就变成了张献忠 张献忠让出了这个胡网之地 进入到了四川 所以李自成已经失去了流动作战的空间 所以当他再想要流动的时候 向南明方向进发 他能逼退左梁玉 那么左梁玉后面又引发出一串连锁反应 但是他已经躲不开 清朝方面对他这个穷追猛打 所以在这种穷追猛打之下 没有这种根据地 那么不会守城 不会用人的李自成 天时地利人和都不战 那么一年之内的灭亡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也是一代枭雄最后结局 那么历史的一个必然结果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